第556章 认罪 心情不好 不见 听到这个回复 警探长老头皮一阵发麻 他刚才为什么会觉得元帅渐渐成熟稳重啊 元帅还是那个元帅 性格依旧恶劣 从未变过 成熟稳重是假象 归根结底是当今世上已经没有人敢招惹他了 没人招惹 当然会温和 不能因为这种可笑的原因让咱们的计划功亏一篑黑袍老人说道 警探长老 你应该有真别谎言的道具 主宰及道具足以警探长老压制着怒火 元帅为什么不戒虎符 明显是父亲羊在从中作梗 你觉得以父亲羊的智慧 他没考虑到主宰及道具也能威慑原始天尊吗 那也太看不起我们斥后了 周密书 请蔡长老想想办法 一定要让元帅戒出虎符 周密书声音一沉 盟主不插手事物是规矩 但盟主不戒道具 你让蔡长老怎么办 强迫元帅吗 这世上没人能强迫元帅 黑袍老人沉思之际 警探长老看他一眼 说道 我们就不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瞎捉摸了 斗争方面 总部的同志才是各种好手 对吧 周密书周密书笑了笑 声音依旧低沉 警探长老这是夸我 还是嘲讽 确实不算大问题 元帅不戒虎符 那便不要虎符了 此事的重点从来都不是实质性的证据 重点是元始天尊想侵吞阴阳转盘 石老会任由这种事发生吗 别说石老 便是盟主也不会容忍 元始天尊一意孤行的话 他的敌人就是石老 是盟主呢 所以 警探长老懂了 所以我们只要给总部一个处置他的由头 一把刀子 剩下的事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没错 周密书笑道 警探长老严肃的脸庞露出笑容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审讯室 张元清已经被晾了五个小时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太阳快落山了 他坐在审讯椅上 闭着眼睛 雕塑般一动不动 突然 审讯室的隔音门打开 穿住两冰斑白的警探长老 孤身一人进入室内 双手空空如也 既没有带笔 也没带本子 警探长老关掉录像机 拉开椅子入座 淡淡道 玩够没有 你在办公区掀女员工的裙子 擅自控制电脑播放营会视频 操纵员工辱骂江淮分部长老 闹得分部鸡飞狗跳 光凭这些 我就能拘你十天警探长老等了片刻 见他始终闭眼端坐 一动不动 冷冷道 信不信我一件批了你的灵体 张元清这才睁开眼睛 勾起嘴角 你说话要讲证据 谁不知道我原始天尊专情 是个绅士 这辈子就没碰过淫护一视频 你说的那些都是莫须有 勤贵长老 你这是逼我全军英勇满江红啊 警探长老自动无视了他的烂话 自顾自说道 江淮分部一直不富裕 相比起你们松海 我们同事的工资 福利不值一提 当初你狮子大开口 又要道具又要五千万现金 分部的高层都是反对的 但你很强势 敢和总部拍桌子 总部虽然不满 可念你钱力无限 便纵容了你 我们江淮分部也只能认 这就是规矩 上头的命令只能遵从 哪怕不公平 这次你借用阴阳转盘 收你点钱不过分 我们也只收一次 往后两次不会再卡 借阴阳转盘就得交钱 这也是规矩说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 父亲阳事的精明的政客 他不可能屏不出这个默契 但他却怂恿你 倾吞阴阳转盘 真不知道是什么用心 张元清眯起眼 拙劣的离间计 另外 不要跟我说 你那一套潜规则 我不认 警探长老淡淡道 我知道你不会认 你要是懂这些规矩和道理 你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本该有更好的前程 可悲 我不觉得 张元清始终平静 有一个伟人说过 和光同臣是智慧 但冥顽不灵才可敬 嗯 那个伟人 就是我警探长老 吃笑一声 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 嘴上却说 我年轻时与你一样 只认理 但现实教会了我做人 行了 不与你废话 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元帅拒绝借出虎符 同时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没有办法让你说真话 张元清挑了挑眉 正要说话 互见审讯桌后的警探长老 抬起了手 掌心朝下 五指微微翘起 如同人偶操纵师 下一秒 张元清感觉有什么看不见的线条 从头顶垂下 钻入了他的后颈 肩膀 手肘 膝盖 手腕脚腕等处 都有类似的感受 他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 但很快 就连瞳孔收缩这件事 他都无法自主完成了 他成了警探长老手里的提线木偶 这是掩饰的能力 坏消息就是 我们不需要虎服了警探长老 含笑起身 打开录像机 接着返回审讯桌后 取出一块黑铁令牌 一边持握在手 一边说道 原始天尊 看住我的令牌 现在我问你 阴阳转盘到底有没有遗失 说完 他左手微微动了一下 张元清嘴唇颤抖着 似乎想挣扎一番 但还是说出言不由衷的话 没有遗失 警探长老再问 为什么要说谎他左手食指动了动 张元清受其操纵 回答道 我想私吞阴阳转盘警探长老本 想再问傅清阳知不知情 但思虑再三 还是放弃了 作为元帅的弟弟 傅家的大少爷 松海分部手握实权的长老 傅清阳不管是背景 还是自身 都铁打一般的硬 把这样的人牵扯进来 只会坏事 没有任何好处 于是他改口道 感谢佩和 你今天说的所有话 录像机都记录下来了 我会如实反馈给总部说完 左手一握 掐断了无形的线 但张元清身体 仍未恢复 关节像是生锈了一样 难以动弹 警探长老起身走到录像机前 关闭录制功能 但但到 五分钟后 你的状态会恢复 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也可以回松海 随意 拆下支架上的录像机 转身离去 附加湾别墅 被改造成厂房的大厅里 傅清阳坐在唯一的高倍以上 双手交叠于腹 审视着面前的四件机关武器 介绍一下吧 他将目光投向一旁的下喉傲天 也是时候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成果了 这四件机关武器 是我干了两天两夜做出来的 为了完成你的任务 我们的优秀员工李淳风 险些猝死在冷却池里 我建议涨薪水 下喉傲天说 为了员工工资结构的稳定 我决定剥夺你涨薪水的权利 父亲扬道 我下午有个会 你只有五分钟时间 开始吧 什么会 下喉傲天问 原始天尊的审判会 他又犯什么事了 下喉傲天喜行欲色 那个李淳风呢 没猝死的话 让他出来解说 父亲扬用冷冷的语气 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忽然有些佩服原始天尊 竟能游刃有余地 应付这种垃圾方式 下喉傲天咳嗽一声 终于不再废话 拿起一件金属壁凯 道 他叫阿特拉斯拳套 看住很笨重 其实总重量不超过五斤 采用的材料是风缸 风缸的特点就是轻 哪怕是不擅长体力的学士 何乐师 也能轻松驾驭 我在拳套里 支援了感应系统 能识别佩戴者的动作 便说着 他便戴上壁凯 一拳打在工作台上 框 钢铁铸造的工作台 发出巨响 这一拳比肩三级初期的伙食 缺点是太耗能源 只能打三次 然后就得充电 充电这个功能 是我自己添加的 然后 拳头里还装备了机阔 储存六支破甲短剑 一支就能破一级土怪的防御 同部位连续四次命中 能破两级后期的土怪防御 如果未读的话 必死无疑 下喉傲天侃侃而谈 另外 风钢虽然轻 但出了名的坚固 必要的时候 还能充当盾牌 父亲养满意点头 这个方式虽然性格古怪浮夸 但专业水平还不错 保密系统怎么样 放心 我在碧凯内部 值了小型自毁装置 只要有人尝试拆解它 自毁装置就会启动 保证不会泄露 机关内部的结构接着 下喉傲天 拿起一米长的巨弩 它的缺点是瞄准困难 且需要极强的臂力 才能使用 但弩箭的威力 比狙击枪还强 我理想中的使用者 是赤后第三件机关武器 是一枚圆球 这件机关武器 叫佛怒唐莲 按下这个按钮 然后丢出去 破甲毒针就会发射 有效射程是30米 覆盖360度无死角 比手雷安静 杀伤力却更强 使用过后 自毁装置就会启动 属于消耗品 为什么你取名的风格变化这么大 傅清阳看了一眼阿特拉斯拳套 和佛怒唐莲 夏侯傲天愣了一下 用一种怜悯的眼神望来 你不知道阿特拉斯拳套就算了 你连佛怒唐莲都不知道 你一定没有童年 真可怜傅清阳没脚抽了一下 夏侯傲天开始介绍 最后一件机关武器 一具机关傀儡 这具傀儡造价最高 我在他眼里 支入了蛊惑之妖的眼睛 他拥有蛊惑能力 左臂里支入了破甲弩 另外 他还拥有剑客的战斗本能 堪比夜游神的英诗 不是加强版的英诗 在超凡阶段里 他强力且使用 官方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买下他 并希望我们量产 可以了 傅清阳说 你录制一份演示视频给我 再写一份机关武器的数据给我 下午两点前给我 没问题吧 李淳风还没猝死 我会让他完成的 都行 傅清阳离开了王者归来的技术部 下午两点半 总部的会议室 屋顶的投影仪亮起黄灯 闪烁几秒后 一道道银蓝色的光束 投射在长条会议室两边 光束中端坐着一位位长老 总共二十人 松海分部的六位长老齐聚 江淮分部的四位长老也在 剩下五人是负责本次会议的蔡长老 以及总部其他九位长老的秘书 浑身笼罩淡淡薄雾 目光早已飞人的蔡长老说道 本次会议由我主持就原始天尊 侵吞官方资产一案进行讨论 第五百五十七章 成神第一件 地红大长老的李秘书主动起身 手里捏着遥控器 说道 我先简单与诸位说明事情实默 几天前 原始天尊以开拓帮派赴本为由 向总部申请使用阴阳转盘 出副本后 他谎称阴阳转盘仪式在副本中 昨日我和江淮分部的警探长老 上门问询详情 他局拒不回答 更不愿意支付当初约定好的赔偿 当时我和警探长老就意识到不对劲 就让总部的财务部门 查了原始天尊的账户 发现他在挤走阴阳转盘后 就立刻支取了账户里的现金 并把名下的异栋别墅转移给傅青阳 我和警探长老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侵吞官方资产行为 于是向总部申请了拘留令 把原始天尊带回江淮分部审问说到这里 他抬起手 按下遥控器 经过淮海分部的审讯 原始天尊已经招供 大家请看蔡长老身后幕布缓缓降下 投影仪射出蔚蓝的光束 将一份时长20秒的视频 投影在幕布上 画面里 原始天尊坐在审讯椅上 目视着前方 警探长老的声音响起 原始天尊 看着我的令牌 现在我问你 阴阳转盘到底有没有遗失 没有遗失 为什么要说谎 我想私吞阴阳转盘 视频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简短 但铁证如山 蔡长老淡淡道 按照官方律法 侵吞公产做何处理 李秘书回答道 阴阳转盘是圣者净极品道具 价值难以估量 这合成现金 至少两个亿 而且还是有事无价 按律的话 原始天尊 已经触及死罪的标准 我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狗长老率先开口 当日江淮分部 想从原始天尊手中 低价白嫖阴阳转盘 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我有理由怀疑 原始天尊受到了影响 视频里的内容不足为证 蔡长老 我提议重审 由松海分部和江淮分部的长老 共同见证白嫖 你这老狗竟如此侮辱我等江淮分部的一位长老 冷哼道 那你怎么解释原始天尊转移资产的行为 另外 他提供的关于阴阳转盘遗失的笔录了 语言不详 又不肯透露帮派成员信息 没有人正能证明他真的一时阴阳转盘 仅看长老揭察到 我是有完整证据链的 这不是小事 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反复确认 而不是江淮分部把人带走 独断专行地给出所谓的铁证 很抱歉 如果是这样 我们松海分部不服气 黄沙百战长老 语气冰冷的发表看法 行啊 不过我建议先收监 请太一门的长老净化一下 顺便请副长老向元帅求来伙服 这样才公正公平 江淮分部的黑袍老者阴阳怪气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 松海的蔑视天火怒拍桌子 想打架是吗 是不是想打架 你约个时间地点 老子不送你回归邻近 我就辞去长老的职务双方争执起来 唯有父亲阳沉默不语 像是一个旁观者 冷冷地端坐在那里 嘟嘟 庙长老的秘书敲了敲桌子 打断两大分部的争吵 这是一位穿住汉服 儒雅随和的中年 死罪就不用提了 咱们说些实际的 首先 侵吞官方资产性质很严重 总部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不计不徐 充满上位者的游刃有余 放下茶杯继续倒 江淮分部已经拿到完整证据链 本该可以判了 但总部还是决定今天开这个会议 私底下的会议啊 不会有录像留存 所以有些话 大家就敞开了说 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大伙心里门清 就不要扯皮了 我代表庙长老给个方案 你们参考参考 这位秘书环顾众人 道 让原始天尊归还阴阳转盘 再赔一件同等价值的道具 此事就算了结 不对外公布 不发声明阴阳转盘 是圣者禁忌品道具 一件同等价值的道具 是说赔就赔的 原始天尊如果没有呢 灭是天火怒道 狗长老抬了抬爪子 示意他稍安勿躁 扭扣眼盯着儒雅随和的中年人 缓缓道 杨秘书 您想要什么 或者说 总部想要什么 杨秘书没说话 身边的李秘书淡淡道 原始天尊不是有一件寄天套装吗 如果他肯赔出来 阴阳转盘一失就遗失了 总部既往不救 狗长老缓缓扫过蔡长老 扫过九位秘书 他明白总部的想法了 证据不重要 视频录像只是一个让总部发难的理由 总部的态度很明确 阴阳转盘是官方的东西 以前是 以后也是 谁动了官方的资产 谁就要付出代价 另外 还有一个信号 总部想要寄天套装 狗长老不清楚寄天套装有什么神意 但总部几次三番地想要得到它 说明那件套装隐藏着很重要的东西 重要程度超过了套装本身 相比起总部对侵吞官方资产的零容忍态度 史老对寄天套装的感兴趣程度 才是狗长老最担心的 好在就目前来说 这个兴趣值 环梅倒是在必得的程度 不然出席会议的就不是秘书 而是史老 寄天套装不可能赔给江淮分部狗长老一口拒绝 别急着拒绝 李秘书笑了笑 说起来 这件事因原始天尊贪念而起 他就该付出代价 松海分部的几位长老 你们没必要为他的错误买单 总部顾及他颜面 才提出私了 你们当然可以拒绝 但下次可能就是红头文件了 这是威胁 红头文件是总部的正式批文 如同古代圣旨 一旦文件下达 再拒绝就意味着背叛官方 到时候要么被强制执行 要么成为通缉犯 没有第三种可能 松海分部的长老们一时沉默 关大一击还压死人 何况这是总部的决定 是中书的决定 地方分部如何对抗中书 老子不管了 蔑视天火长老愤怒离线 银蓝色的光束中人影消失 空空荡荡 洛神和黄沙百战轻轻叹息 狗长老默然不语 反观江淮分部那边 警探长老等人露出了笑容 会议开始前 他们便已经料定结局 江淮分部只是马前卒 真正要处理原始天尊的是总部 几天套装说是赔给江淮分部 但最后肯定会被总部收走 不过江淮分部能得到一笔巨额补偿 以及一件不亚于阴阳转盘的道具 嘟嘟 清脆有力的敲击声回荡在会议室 打破了沉默 众人寻声看去 声音来自会议开始后 一句话都没说的父亲扬 这位身穿雪白西服 五官英俊道令人窒息的富家大少爷 缓缓开口 我记得父亲轩当初晋升半神 接任元帅职务时 十老都送礼了 记得他收礼时 怎么说来住 这句话和本次会议没有任何关系 但久未秘书脸色大变 蔡长老周身薄雾 陡然陡动 这一幕让两大分部的长老 愈发好奇和不解 元帅当初说了什么 父亲阳一句话 既让总部的几位闻声色变 便是蔡长老也忌惮 父亲阳 李秘书勃然大怒 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其他八位长老秘书 神色不善地盯着父亲阳 眼神里的冰冷不加掩饰 元帅当初说的是 让我想想 你们这十个老家伙 有没有被我纳入必杀名单 元帅当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得亏你们没有把我得罪死 不然成神第一剑 先斩总部人 现在父亲阳就是重提 是在警告总部 警告石老 不要把一个有盟主之姿的年轻人得罪死了 赤裸裸的威胁 我要说的是 总部石老德高望重 速来提携后辈 人后辞合 一定会原谅原始天尊 遗失阴阳转盘的过错 也许再过片刻 石老就会赦免他了父亲阳以高冷的表情 说着没人性的瞎话 李秘书冷冷一笑 我看你是 痴人说梦四个字还没说出来 便见蔡长老测了测头 似乎在倾听着什么 然后说到 会议暂停 旋即 他消失在银蓝色的光束中 这变化让人始料未及 警探长老皱眉道 蔡长老怎么 他突然反应过来 怒视父亲阳 咬牙切齿道 你又搞什么鬼 江淮分部的长老们 也纷纷朝父亲阳 投去冷冷的目光 凡事就怕夜长梦多 临近胜利 蔡长老突然离席 这让他们有了不好的预感 松海分部的四位长老 则一脸好奇和期待 九位秘书皱眉沉吟 父亲阳依旧沉默端坐 不喜不悲 如同万花丛中 果片叶不沾身的情场胜手 三言两语 搅得朱长老芳心大乱 他独自高冷 时间悄然流逝 半个小时后 手座的银蓝色光束闪烁一下 蔡长老的身影出现在会议室 他扫过众长老 在父亲阳身上凝固了几秒 缓缓宣布道 就原始天尊 一试阴阳转盘之事 总部已有定夺 处罚结果如下 扣除A及B及功勋各一次 罚金五百万 一件圣者品质道具 现三天内缴纳罚款 会议室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呆了 警探长老脸色僵硬 雕塑般的呆坐在高背上 江淮分部的长老们 表情与他如出一辙 松海分部的狗长老等人 则是又惊又喜又茫然 频频看向父亲阳 散会 蔡长老沉声道 砰 江淮分部 顶楼办公室 警探长老一掌 拍碎昂贵的办公桌 文件 书籍 电脑 和办公用品报碎 巨大的响动 引来了隔壁办公室的助理 匆匆推开领导的办公室 长老 发生了什么事 助理忽然卡住 面露惊恐之色 警探长老面孔猙獰 眼球布满血丝 额头青筋暴突 已是在暴怒失控的边缘 他从未见过领导 如此愤怒 便不敢再问了 出去 警探长老一字一句道 助理慌忙退出办公室 带上了门 警探长老在办公室站了片刻 深吸一口气 把负面情绪压了下去 他面无表情地 拨通李秘书的电话 但那边挂断了 随后发来一条消息 说是在开会 就这么一直过了半小时 李秘书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总部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眼睁睁看着原始天尊 侵吞阴阳转盘 还有罚金是怎么回事 五百万 打发叫花子嘛 警探长老已经很克制了 但语气仍不受控制的 变得激烈 李秘书沉默几妙 叹了口气 这件事就此打住 没有后续了警探长老 刚压下的怒火 一下蹭蹭高涨 咬牙切齿 理由呢 父亲羊给了总部一笔补偿 李秘书压低声音 一笔让时老无法拒绝的补偿 相比起来 阴阳转盘不是不可以割舍什么补偿 现在还是秘密 不能透露 那祭天套装了 是总部想要祭天套装 就这么白白浪费这次机会 不要说气话 李秘书语气变得严肃 强要祭天套装等于逼反原始天尊 逼反原始天尊盟主们 就一定会插手 什么好处都捞不到顿了顿 他叹了口气 父亲羊给的太多了 这小子将来要是进了总部 咱们多半没好果子吃 罚金呢 警探长老咬着牙 五千万一分不能少 你别提前 大长老刚才已经敲打过我 他知道八千万的事了 父亲羊没提这事 是在警告我们 他手里捏着我们的把柄 李秘书沉声道 受贿八千万 够我们吃一壶了 警探长老牙都快咬碎了 他默默挂断电话 片刻后 办公室里再次传来打砸的声音 外头的员工们瑟瑟发抖 大气不敢喘 傅家湾 书房里 张元清新喜道 结束了 阴阳转盘真的归我了 他刚从江淮分布回来 就从父亲羊这里得到了喜讯 这符合新像术的推演结果 但结果是不准确的 因为涉及到巅峰主宰 这个位格的强者 不会被纳入推演范畴里 傅清阳高座书桌边 冷淡地点头 老大 你怎么跟总部谈的 张元清好奇道 他知道傅清阳要集机关武器 这股东风 替他解决阴阳转盘的事 但前公子和总部具体的交易内容 就不知道了 第558章 家族反骨仔 一份机关武器的数据 一份报价 傅清阳说 就这么简单 张元清一愣 傅清阳双肘撑着桌面 喝一声 当然没那么简单 我以夏侯傲天的名义 给总部发了一份合作计划书 希望能为五行盟提供机关武器 承诺半年内 让四件机关武器 成为官方驻守小队的标准配置 并在价格上给出五折优惠 机关武器一旦普及 可大大增强官方基层成员的实力 减少战斗中的伤亡 提高五行盟的统治力 总部的那十个老家伙 没理由拒绝 我还告诉他们 四件机关武器只是开始 往后会有更多功能 更多种类的机关武器 知道这意味住什么吗 装备迭代 伟大的变革张元清展开双臂 变革谈不上 但装备迭代是实打实的 傅清阳看住他 解释道 你可能不知道 官方当年联合学士三家 成立过一个叫 红杨古术的研究基金 其目的 就是想用机关术 掀起装备迭代 提升中低层 临近行者的战力 让五行盟 在短时间内 拉近与天罚的差距 甚至达到平齐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战略 总部那十个老家伙 虽然令人讨厌 但确实有些东西 奈何机关术 靠的是技术积累 这不是花钱能搞定的 就好比先进的发动机 高性能的芯片 造不出来 就是造不出来 人家积累了 一百多年的技术 你凭什么认为 自己花十几二十年 就可以赶超 古代修行者 积累上千年的机关技术 只有一百年历史的 临近行者 凭什么赶超 父亲羊侃侃而谈 当然 总不能这么快答应 主要是因为 我告诉他们 同样的报价 十分钟后 夏侯傲天 会发给境外的天罚说完 他目光平静地望住张元清 满脸我说完了 你赶紧走流城吧 的表情 张元清那头变败 老大英明 父亲羊满意点头 不过老大 半价是不是太亏了 张元清好歹是大学生 心算能力过关 光松海就有四五十只小队 几百号的超凡行者 整个五行盟多少只小队 能够想象 这些多机关武器 一律半价 得损失多少钱 而且材料费是父亲羊垫付 如此庞大的资金 两个姓马的 都得砸锅卖铁凑钱吧 半价不是问题 可以从维修费上赚回来 只要适当地 缩减机关武器的使用寿命 在植入扇子拆卸 自毁的装置 官方维修机关武器 就只能求助我们 父亲羊说 我甚至可以免费给他们使用 因为免费才是最贵的 只要把维修费翻几倍 一样能赚得盆满钵满 你这什么企恶行为 张元清吐个槽 付肥我的时候 最好低个头 父亲羊眼神一朗 嗨嗨 张元清连忙清了清嗓子 道 那您的资金够吗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哦 忘了 您背后还有傅家 起料父亲羊微微摇头 我不打算让傅家插手 那样的话 咱们公司的决策者 就变成傅家组老汇了 那 您能有这么多现金吗 张元清一金 如果不让傅家插手 光凭父亲羊的个人资产 恐怕撑不起 这么庞大的开支 没有 父亲羊果然摇头 道 所以让你拉傅雪入伙 他这些年生意虽然不景气 但也积攒了百八十亿的家产 钱不就来了吗 顿了顿 父亲羊嘴角勾起 等他把所有身家投入我们的公司 他便没有了退路 甚至会为了公司的资金链 担尽节律的搞钱 傅雪给傅家当了十几年的职业经理人 人脉很广 认识的富豪非常多 大家也会愿意卖傅家薄面借钱给他 资金方面 咱们就不用担心了 但我不会给他决策权 这样他就得看我们脸色 到时候别说傅家不同 你和关雅的婚事 就算关雅变心不想嫁给你 他也得把女儿绑了送到婚房 你特么真英啊 我的意思是 老大你特么的真英明啊 张元清听的一愣一愣 深感自己社会阅历太浅 不晓得人心险恶 既然谈到这里了 张元清身为公司的股东之一 顺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机关密集如此重要 官方内部会不会有人搞事情 比如盗取机关图纸 或者派间谍学士 潜入咱们公司偷学技术 咱们公司要发展壮大 肯定需要很多学士 所以我养的白虎位 就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会是公司最好的保安 父亲娘显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 学士方面 我有两个预案 一是让李淳峰找人 他是万宝屋的学士 那里最不缺学士 二是由夏侯傲天 从夏侯家挑选可靠的族人 夏侯家现在恐怕清理门户的心 都有了 还会给我们学士 张元清美好气道 那是夏侯傲天自己的事 只要他能抗住夏侯家的压力 夏侯家自然就会与我们合作 父亲娘说 夏侯傲天能抗住吗 张元清皱起眉头 很难 所以我加了三道保险 父亲羊办事滴水不漏 一 与夏侯傲天签订契约 如果他选择投靠家族 契约的力量会杀死他 二 我不但让他掏空积蓄 颠覆了材料费 还给他借给了两个亿的外债 三 我已经调了五名白虎卫的圣者过来 这些圣者和学士都受他管理 喊他领导 夏侯傲天这人 浮夸高调 恨不得在全世界面前出风头 以前他在夏侯家独来独往 没人搭理他 心里的欲望 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现在他在这里 就像回了家一样 老大你特么真英明啊 张元清那头变败 你再和谁说话 戈壁的厂房里 夏侯傲天慵懒地靠在高背上 翘着腿 身后站着五名圣者 如同社团的画室人 在他对面 是一个戴黑框眼镜 大学教授气质的中年人 本该儒雅斯文的大学教授 此刻急怒攻心 气得面红耳赤 指着夏侯傲天怒斥道 夏侯傲天 你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 你有机关术秘籍 不与家族分享 反而便宜外人 家族养你二十多年 你就是这么回馈家族的吗 夏侯傲天未然不惧 六叔 养我这父母 与家族何干啊 等我赚了钱 自然会回馈父母 你休要在这里瞎避避 你虽然是我六叔 但须知 在你面前的是将来的 全国首富你你你 六叔 你已经不配和我平起平坐了 叔公来了 我才会和他说几句话 老祖宗来了 也只配我说一声 看作中年男人止住他 浑身发抖 气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久 才痛心棘手道 短短几日不见 你竟已经膨胀到这个地步 夏侯傲天 昂起下巴 中年男人深吸一口气 只要你能和家族 共享机关术 股份可以谈 我签合同了 维约经家族替你出 我签契约了 我们会请老祖宗出手化解 夏侯傲天想了想 道 家族态度很不错 但是 我拒绝 为什么 中年教授愤怒质问 夏侯傲天昂起下巴 告诉他 身后的五名圣者 齐齐功身 高声喊道 领导好 看到了吗 这是夏侯家不能给我的 你们一群老东西 都是我的长辈 只会在我面前 以老卖老 这里 才是我的天堂 夏侯傲天 打开双臂 向虔诚的信徒 拥抱主的灰光 就因为这个 中年教授捂住胸口 连连后退 不能接受这个理由 他愤怒地盯着 夏侯傲天几秒 转身就走 他是没办法说服 这个性格古怪的辙了 让老家族来处理吧 相比起那些喜欢搞钱 喜欢玩女人的 玩酷晚辈 夏侯傲天 恶劣的性格 才是让家族长辈们 最头疼的 玩酷算什么 谁年轻的时候 没玩酷过 慢慢就成熟稳重了 面对玩酷子弟 长辈们最多 就是批评教训 而面对夏侯傲天 长辈们兜里 得配一瓶速效救星完 六叔且慢 夏侯傲天突然喊道 中年男人冷冷地回眸 夏侯傲天 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 这是我你的合作书 大头肯定是不能给家族 但我毕竟姓夏侯 愿意给家族让一些力 只要夏侯家族 给我们公司 提供超凡阶段的学士 我可以给夏侯家 5%的股份 一半由我出 一半由父亲娘 给中年男人眼睛一亮 大步走来 结果夏侯傲天手里的文件 语气柔和了几分 这才对嘛 我会汇报给家族的 你等消息把 一个草创的机关武器 制造公司 必然需要庞大的资金 如果既要钱 又要提供学士 那么5%的股份 显然是不划算的 但只提供学士 那么5%的股份 就是福利 打发走六叔 夏侯傲天 高高兴兴地 拧罗斯去了 自由联邦 福尔斯克州 刚打过辣的红色跑车 飞驰在郊外 两侧是大片大片的麦田 蓝天如洗 白云悠悠 风景美得宛如童话 开车的女人也美得如诗如画 还带点魔鬼般的诱人 一个看不出年纪 但肯定已经到蜜桃成熟的女人 精致微卷的头发 在风中飞扬 戴着黑色墨镜 高高的鼻梁 尖尖的下巴 脸蛋描画得很精致 黑色套裙搭配白色衬衫 勾勒出成熟女子 玲珑有致的身段 很快 红色跑车 在一座大庄园外停下来 车里的女人摘下墨镜 看了一眼 黑色经济般的 铁衣大门前的监控探头 几秒后 铁衣大门缓缓打开 红色跑车驶入庄园 庄园占地面积极广 自带商场 酒吧 甚至还有一座学校 附加嫡系 庞芝 外妻 零零总总加起来 总共五六万人 都住在这座小城般的大庄园里 红色跑车 抵达一座尖顶古堡般的建筑外 庄园内的建筑 普遍都是风格精美的别墅 高楼 只有这座古堡古老的 庞扶来自上个世纪 里面住的人 也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 附加的祖佬们 祖佬会由附加的第一批 第二批和第三批 临近行者组成 最年轻的也有八十岁高龄了 这些人组成了附加的权力中枢 作为临近行者中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附加拥有着大几千亿的资产 联邦币 族中的临近行者数量众多 更有两名巅峰主宰 九级以下的主宰数量也不少 但在父亲宣起事前 附加一直有个遗憾 那就是没有出过一位半神 现在附加新的遗憾是 没有出第二位半神 附加挺好车 重重关上车门 砰的巨响里 他摘下墨镜 冷着脸 风风火火地闯入古堡 他静止来到管家的办公室 怒视着远房堂兄 富龙 为什么出售我管理的三家上市公司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远房堂兄身穿正装 脸色严肃冷俊 如同酒精沙场的军官 面对唐妹的质问 他语气冷淡地回复 祖老汇的决定 什么时候需要向你解释 富雪白皙秀美的脸庞抽了抽 扑然咯咯一笑 行 反正我快失业了 空闲得很说完 他拉过椅子 耍无赖般地坐在管家对面 从名牌包包里取出打火机 女尸烟 艳丽的红唇抿住烟头 开始吞云吐雾 漂亮的女人做什么都赏心悦目 连抽烟都充满韵味 但从不碰烟酒的富龙皱了皱眉头 双方僵持几秒后 富龙无奈地吐出一口气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无理取闹 说 富雪瞪眼 家族是不是打算变卖资产 把经营重心转移到国内 他今天来这里两个目的 一是确认家族的发展重心 验证父亲娘的话 二是来闹市的 家族的发展规划 他无法干涉 只能屈服 但为什么只卖他管理的公司 富雪打听过了 近期变卖的资产 只有他管理住的三家上市公司 其他足兄足弟管理的公司 依旧经营得风风火火 这些年因为关雅不争气 又跟丈夫离婚 他一个人苦苦支撑 仍被家族渐渐挤出权力核心 身为上任家族的女儿 嫡系中嫡系 处境堪称凄惨 祖老们也太欺负人了 富雪是个要强的女人 心里的苦楚和委屈 偶尔也想找人倾诉 可单身十几年 想倾诉也没人听 便只能闹了 你怎么这事 富龙皱了皱眉 道 家族是想把资产转移到国内 但卖你的公司 不是因为这件事 富雪皱起精致的眉梢 那就是祖老们故意针对我 富龙看他一眼 你还不配 他沉生道 是富青阳 他最近和五行盟 签署了一笔大单子 让祖老们看到了 在国内开疆拓土的契机和希望 于是便把你管的三家公司 卖了筹钱 但富青阳拒绝了家族的投资 因为他提了一个 祖老会无法答应的要求 什么要求 富青阳说 让他爹滚蛋 他要当家主 富龙警告道 祖老们因为这事大发雷霆 你最好不要再闹 免得他们把怒火转嫁到你身上 富雪咬了咬牙 你们都欺负我 他深吸一口气 富青阳和五行盟签了什么单子 让祖老们如此重视 第559章天罚的贵客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 五行盟签投的红阳古术项目吧 有点印象 富雪促起眉间 我们家族是不是也参与了 家族没有参与 不过投钱了 纳惠尔五行盟刚成立没几年 五大帮派还在磨合期 实力相对孱弱 经常被天罚欺负 因此迫切地想提升实力 但临近行者的升级无法抢求 只能从装备入手 道具稀少珍贵 便是学识世家也无法量产 五行盟研究来研究去 就盯上了机关术富龙回忆岛 当时大陆还没现在这么有钱 五行盟总部经费有限 所以来找过富家 希望能得到赞助 你当时刚离婚不久 非常消沉 不是喝酒就是打女儿 身边围绕着一群小白脸 这都陈年往事了 提这个钱马富雪有些尴尬 急忙岔开话题 你继续说富龙脸色冷峻 点点头 最近 富青阳不知道 从哪里得到一本机关术秘籍 打算量化生产 成为五行盟的机关武器供应商 富水厅的怦然心动 大陆的邻近世家能发展壮大 正是因为他们为官方提供 生命原液和道具 但这两者产量有限 而机关武器可以量产 如果家族能成为机关武器供应商 就能彻底在大陆站稳脚跟 太优雅地吐出一口白烟 满脸向往 难怪祖老们想参与进来 谁不想呢 我也想能分一杯羹 可惜我那参天生薄青 看不上我这个年老色衰的姑姑 你的中文措辞很有问题 薄青和年老色衰的姑姑 最好不要用在一起 你小时候文化课就很差 富龙沉生道 富雪撇撇嘴 你学霸你了不起 富龙没有揭查 正色道 但富青阳给了一个祖老们 无法答应的条件 至少现阶段 祖老们不会答应 让他继承家主的位置 富家的家主之位交替 只发生在两种情况下 一是前任家主死于临近 继承人顺势上尾 二是家主自己当逆了 主动放权 进入祖老会 富家这样的大家族 山头伶俐 但要笼统划分的话 其实只有两派 祖老会和家主派系 也就是说 家主势力是可以 与祖老会抗衡的 富青阳提出这个条件 等于是让祖老会逼宫造反 强迫现任家主退位 现任家主肯定不同意 到时候就是富家 因为权力争斗而内耗 富雪喝了一声 这就是家规的反噬 如果不是富家的家规 他怎么会和亲生父亲不睦 怎么说 富龙皱起眉头 父亲养小时候的事 你我皆知 最开始呢 他在外面受了欺负 便哭唧唧地跑去找我哥哥求助 但富家信封弱肉强食的规则 若是在家族里都被欺负 将来到了外面 更是废物 所以对族中孩子采用军事化管理 有什么问题 当然没问题 当初我那哥哥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他说 这世界本就强者为尊 你若是个强者 便自己找回公道 若是弱者 死了我也不会怜惜富雪嘖嘖道 富青阳要这家主之位 就是想告诉家主同样的道理 他在报复 就像当年他报复那些欺负过他的孩子 我记得你儿子也在其中 是的 被打断了两条腿 富龙缓缓点头 原来如此 看来祖老会劝不动他了 富雪收起笑容 道 既然富青阳不愿意让家族入股 那 出售公司的那笔资金 会被投资到大陆 与你无关了富龙淡淡道 富雪被齿紧咬下唇 龙哥 你知道我这些年生意惨淡 经济环境不好 行业竞争大 家族让我管理的公司 都是发展前景不好的西洋产业 就算这样 祖老会还要割我韭菜 未免太欺负人了 富龙看向门口 与其平静而冷静 你可以去和祖老们说 富雪急声道 你是祖老会与家族的联络人 如果是你的话 富龙冷冷道 我凭什么帮你 你忘记家族的规则了 没能力的人 就应该被淘汰 富雪突然卡壳 眼眶微红 富龙神色转柔 道 促成关雅和米勒家族 是你唯一的机会 你也一直在努力促成这件事 但我听说 你最近改变主意了 听到这里 富雪终于明白 为什么是自己名下的公司被买 祖老会里 支持联姻的派系在发力 而富龙也是 关雅和米勒家族联姻的支持者 关雅有男朋友了 是原始天尊 我对小伙子很满意 与米勒家族联姻 不一定是好的选择 富雪收起可怜兮兮的表情 切换成女强人的姿态 庞扶对面的人不再是堂兄 而是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原始天尊得罪了总部 你应该知道 萱萱当初不一样得罪总部 天才都是骄傲和叛逆的 看来你对他确实很满意 那还等什么呢 去大陆投奔他吧 富龙淡淡倒 富雪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但这时他包包里的手机响了 取出来一看 来电人是傅青阳 在这里接 开免提富龙连忙说 富雪看他一眼 倒霉拒绝 接通了电话 丈母娘 别来无恙啊 电话里传来的不是傅青阳的声音 而是一个听语气就能想象到 很跳脱的年轻人 富雪愣了一下 原始天尊 富龙目光顿时锐利起来 紧紧盯住手机屏幕 是我 跟你聊点正事 边上没有小鲜肉吧 原始天尊笑道 富雪嘴角忍不住泛起笑意 翠道 小鲜肉没有 老拉肉一条 疑 关雅不是说你喜欢小白脸吗 这死丫头 富雪咬了咬牙 正色道 你用富青阳手机打我 有事 有笔生意想跟您谈 生意 富雪狐一道 你能有什么生意 你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屁孩子 富青阳成立了一个机关署研发公司 我占有10%的股份 公司现在缺钱 我打算转你5%的股份 赵母娘要是感兴趣 可以准备钱 然后来大陆谈合同了 晴天霹雳 五雷轰顶 富雪瞬间僵住 富龙冷峻的脸庞不满惊恶 隔了几秒 富雪猛的反应过来 她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她极力压下激动的情绪 但声音还是忍不住发产 你 你你可不要消遣我 这种好事能轮得到我 你是我丈母娘吗 我是你半个儿子 四舍五入 你就是我妈张元清笑道 富雪差点被她的糖衣炮弹 砸得晕头转向 步履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来到古堡外 新鲜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 让她激荡的情绪平复了些许 5%的股份 你打算要多少股权转让费 富雪低声道 原始啊 张元清笑着打断 叫儿子富雪催了一口 我告诉你 阿姨继续有限 如果你开价太高 我可吃不下 5%股权 15亿联邦币 15亿 富雪花容失色 你是要让老娘砸锅卖铁 还是卖身 妈 你别演了 富清阳说你能拿出来 你就一定可以 当然 我还有另一套方案 张元清说 我可以只要你 10亿联邦币的股权转让费 作为代价 你要无稀借给公司 10亿联邦币 等公司盈利了 会第一时间偿还这笔债务 借公司10亿联邦币 富雪在心里 快速盘算起来 10亿联邦币 买5%的股份 他肯定是赚了 赚大方了 但要让他再拿 10亿联邦币借给公司 只能几款了 真杂锅卖铁的话 凑够15亿不难 这样一来 其实只要再几5亿就行 银行那边肯定行不通 因为变卖资产的话 就没有东西可以抵押贷款 唯一的办法是求助家族 或者用道具抵押 向熟人借贷 富雪第一时间想到陈叔 这位闺蜜很有钱 非常有钱 大家关系也不错 最近又有求于自己 找他借5亿应该不难 想到这里 富雪说道 好 我现在就买机票回大陆 我们晚上见说完 他挂断电话 打开车门 这时富龙从古堡里奔出来 按住车门 沉声道 祖老们要见你 富雪 你的机会来了 只要你把5%的股权 转让给家族 家族不会亏待你的 你会拥有三家 财务状况优异的上市公司 祖老会还答应提高你的分成 富雪转头看一眼老旧的古堡 再看向富龙 抬起手轻轻抚摸堂兄的胸膛 嫣然道 我要去大陆投奔我女婿了 改天再来见祖老吧 你给老娘滚蛋 他一把推开富龙 坐上红色跑车 一脚油门驶离古堡 阳光灿烂 青黄色的田野绵延到视野尽头 暖风吹在脸上都带着懒洋洋的醉意 富雪单手开车 拨通了陈叔的电话 陈叔啊 我被富家的老东西给欺负了 电话一接通 富雪就迫不及待地卖惨 把自己的近况告诉了闺蜜 兼合作伙伴 陈叔默默听完 语气平静 以你的要强的性格 真被欺负了 只会咬牙死撑 死要面子 怎么会哭惨 你直接说反转吧 富青阳在大陆成立了一家 机关署研发公司 我又有5%的股份购买权 富雪哈哈一笑 有些眉飞色舞 说 但我资金不够 你能不能挤我5亿联邦币 利息最好比银行低一些 陈叔 我最近正在帮你收购生命原演 只要你能搞定生命原演 我可以低息借款 不过 我必须要提醒你 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你头上 陈叔冷静又理智 富雪似乎就等他发问 忙说 哎呀 还不是有个好女婿什么 陈叔语气一变 耳畔呼啸的风 让富雪没注意到 闺蜜语气里的不对劲 自顾自笑道 原始天尊 有机关研发公司的股份 这不就想着 孝顺我这个丈母娘了吗 刚才还一口一个妈 叫得别提多亲热 哎 关雅那妮子 看男人的眼光确实比我准 不服不行啊 他喊你妈 还很亲热 陈叔声音冷了下来 原子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喊他妈 便是喊了 也是冷冷冰冰 缺乏感情 富雪的话让他有点无法接受 比关雅叫得亲热 关雅那死丫头 喊我一声妈 跟喊仇人似的 啊不说他了 陈叔 我最近就要用到那笔钱 你最快多久能给我 不见 陈叔冷冷拒绝 并挂断了电话 夜幕笼罩了东京 当年号称可以买下 整个自由联邦的银座 亮起璀璨梦幻的霓虹灯 夜晚降临了 但对银座来说 美妙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滑灯齐放 这片繁华地段 沐浴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海洋里 这时的酒吧 夜总会都显示出 他们独特的魅力 一位为大富翩翩的成功人士 结伴出入 带着欢声笑语 钱野良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俯瞰着梦幻般的夜景 银座的泡沫早已破灭 国人的雄心壮志 也化作泡影 重新臣服在强大敌人的脚下 正如千鹤组 陈服在天罚脚下 今晚 天罚的贵客就要到了 身为千鹤组的干部 又是唯一的美少女 他要随着干部们一起接待贵客 组长还特意要求他 画上精致的妆容 穿上漂亮的樱花和服 这是钱野良第一次接见天罚的使者 以前他是没资格的 天罚的领导 精英 对他来说高不可攀 据说这次来的几位成员里 有胜者阶段的杰出人物 放眼世界都是一流的精英 不知道比起原始君如何 他没来由地闪过这个念头 轻盈的脚步声打断他的思绪 身穿职场套装的千鹤组文员 进入办公室 轻声道 钱野部长 组长请您过去 客人已经到大山屋了 前野两点点头 踩着木机 迈着稀碎的步伐前往大山屋 他乘坐电梯来到大山屋所属的楼层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前往包间 远远地便听见组长 用一口不流利的音语说着 猎魔人阁下 您的到来是岛国的荣幸 是千鹤组的荣幸 但对方爱搭不理 猎魔人 钱野良在脑海里搜刮度长的回忆住 很遗憾 他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天罚组织一级执行官数量众多 他不知道也正常 心里想着 钱野良抵达了包间门口 轻轻敲响门 并说道 组长 近来神户一郎回应 钱野良推开门 目光扫过包间 踏踏米上陈列着九岸 客人们姿势懒散地盘坐在岸边 据守卫的是一名金色短发的中年 高鼻闭眼 并边爽白 续着漂亮的落腮胡 五官气质 与钱野良喜欢的那部神异博士电影主人公 有几分相似 想来就是组长口中的猎魔人执行官 除了这位主宰 屋子里还有三位外国青年 一位散漫 一位严肃 一位轻挑巨傲 最后那位审视自己时 目光带着明显的侵略性 来 过来 坐在猎魔人执行官身边神户一郎笑道 威严的组长此时笑容谦卑 姿态毕恭毕敬 钱野良迈着碎步入座 挺住腰杆 给执行官大人倒酒 会说外语妈猎魔人看一眼身边的美少女 用岛国语问道 会 钱野良点头 猎魔人便问道 天罚的情报部门查道 你和原始天尊关系很好 还是他的帮派成员 钱野良脸色一愣 急忙看向组长 神户一郎沉声道 执行官大人问你话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天罚在千赫族里安插了不少眼线 钱野良和原始天尊结缘之事 并非不能泄露的机密 千赫族没有刻意隐瞒 天罚想查这些很容易 钱野良用力点头 是的 执行官大人猎魔人道 我们接到举报 举报人说 原始天尊是魔君传人 并有确凿证据 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 希望你如实回答 第五百六十章 钱野良的求助 原始君是魔君传人 那个凶名昭著的魔君 甚至还有凶名赫赫的邪恶职业 某一天 钱野良好奇地问老师隆其一 那个神秘华裔男子是谁 老师说 那家伙叫魔君 魔君睡了那么多女人 其中不乏大人物的靖鸾 高位者的妻子 以及追求者众多的优质女性 免不了被人针对 公开场合的决斗 阴损卑鄙的暗杀 无声无息的诅咒 数不胜数 但那位被下半身支配的邪道人物 非但没有死在国外 反而展现出让人悚然的战力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他奏过的手续 邪恶强者和睡过的女人一样多 钱野良听得无比向往 向往那位邪道人物的强大 同时又对他的风评充满畏惧 毕竟梁将也是千鹤组之名美少女 万一有天 那位魔君听说了梁将的艳名 远渡崇洋来到岛国 要求他事情怎么办 后来钱野良发现自己多虑了 他的美貌还没来得及名扬四海 那位笑傲一时的天纵奇才 便回归了邻近 在钱野良心里 魔君是邪恶和变态的代名词 原始天尊是诚实守信小郎君 两者天差地别 怎么会产生关联 非要找共同处的话 就是两人一样的天赋异禀 钱野良愣愣出神很久 猎魔人也不追问 缓慢品酒 我喜欢猎酒 但是四代让我见识到了 清久的美妙 猎魔人放下空杯子 侧头看向身边的钱野良 微微一笑 不用太紧张 只是询问几个问题 钱野良恍然回神 看向了神户一郎 后者点点头 钱野良深吸一口气 低眉顺眼 执行官大人想问什么 我会把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你 猎魔人深邃的蓝眸凝视着钱野良 正色道 你和他进过几次副本 有没有看到他通关副本时 额头浮现黑色圆月标记 钱野良想了想 摇头道 没有 那位表情严肃的金发青年 突然问道 是没有 还是没看到 钱野良垂下头 如实回答 我只与原始军 经过两次副本 一次是杀戮副本 一次是帮派副本 杀戮副本结算时 他并未在我身边 因此没有看到 帮派副本时 他已是圣者 额头的标记是星云 表情严肃的青年 点点头 没再说话 猎魔人继续问道 你把他使用过的道具 统统汇报一遍 这钱野良皱了皱眉 快速开动脑筋 好奇怪 天罚为什么要问原始军的道具 是了 他们说原始军是魔君传人 所以想通过原始军使用的道具 来进一步确认 他是不是魔君传人 钱野良想到了这个可能 并认为自己猜到了真相 如果原始军没有得到魔君的遗产 魔君传人从何说起 他由此展开联想 猜测天罚组织是基于魔君留下的宝藏 因此才调查原始军 猎魔人与其温和 你和他是同一个帮派的 背叛他的是不能做 但透露道具信息 不在背叛的范畴里 既然不是背叛 那就畅所欲言 这位执行官见他久久不语 以为他是不想背叛帮派成员 神户一郎频频给钱野良试颜色 是以他乖乖配合 钱野良抿了抿唇 道 我明白了 但我和原始军接触不深 不一定知道他的所有道具 我 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见天罚的客人们没有意义 他继续说道 原始军有一件套装 有水火两色法袍 土系靴子 还有一件腰带组成 他还有一件能变换三种形态的武器 分别是盾 手炮和小锤 他还有一顶自带空间的红色软帽 钱野良一边回忆 一边说着 他总共讲了四件道具 一件套装 分别是紫雷炮 山神权杖 大罗星盘 小红帽和祭天套装 钱野良选择他们是有理由的 首先这四件道具 都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原始军在副本里频频使用 这里面 山神权杖来自杀戮副本 作为副本的参与者 他可以百分百确认和魔军无关 其次 祭天套装显然也和魔军无关 钱野良知道今年五行盟的擂台赛 超凡阶段第一名奖励是厚土靴 千鹤组收集过原始军的情报 擂台赛如此重大的信息自然不会放过 当然 厚土靴的属性千鹤组就不知道了 如此一来 只有小红帽 紫雷炮和大螺心盘 三件道具无法确定来历 但是 倘若他们来自魔军 原始军不可能如此频繁地使用它 那岂不是堂而皇之地说 走过路过别错过 看一看 都来看一眼我这个魔军传人 虽然钱野良并不认为原始军是魔军传人 当然 钱野良还记得原始军较为频繁地使用过那件 封法师手套 但他不可能把原始军的底卖光 透露一部分应付天法组织就好 不能什么都不讲 但又不能全讲 猎魔人皱着眉头听完 又详细地问了那些道具的功能 然后看向那位脸色严肃的金发青年 道 那顶红色软帽 似乎是童话传说中的小红帽金发青年道 不一定 那顶小红帽据说拥有机变能力 但他刚才没有提及这些不重要 他不是那人的道具猎魔人微微汗手 接着掏出手机 打开一份文档 递给钱野良 道 你仔细看看 有没有见到上面的道具 钱野良点点头 双手接过手机 仔细浏览文档 文档里画出许多道具的图像 并用文字简单描述道具的技能 描述的不是很细致 大概是根据道具展现出的外在能力做出的描述 文档里的道具总共有16件 遍及两个大区 手续邪恶皆有 且看描述 品级最低的都是圣者阶段 找不到超凡的 当然了 那位魔军扬明海外史 似乎已经是主宰 钱野良看完图集 摇了摇头 很抱歉 我没有看到原始军使用过图集里的道具 猎魔人和三名青年对视一眼 神户一郎察言观色 爽朗笑道 梁将和原始军只见过两次 而且都在副本里 和他根本不熟轻挑傲慢 但五官极为英俊的青年笑咪咪道 不熟怎么邀请我们的梁将加入他的帮派 神户一郎又哈哈笑起来 我们梁将是千鹤族有名的美少女 长得这么可爱 可爱的美少女无论在哪里都有优待 这是在告诉天罚的客人们 原始天尊纳斯基于我们梁将的美色 轻挑青年审视一眼前野良的脸蛋 会心一笑 前野良音音起身 洗手间围油离席 他刚走到门口 便听脸色严肃的青年说道 还有一件事需要前野良女士配合 前野良微笑道 您说金发青年道 今天发生在宴席上的任何事 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尤其是原始天尊 这不是口头承诺 需要你立下契约 前野良拥在和服里的小拳头猛地握紧 脸上依旧是谦卑温和的笑容 好的说完便凝视着金发青年 等着他取出奇约道具 金发青年表情冷峻不变 淡淡道 凝视着我的眼睛 向我立誓便可 他是歧视职业 前野良有些惊讶 歧视职业数量极其稀少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 前野良定了定神 盯着对方的眼睛 那双浅蓝色的毛子里 忽然涌现出碎金色的光芒 神圣而威严 金发青年道 跟住我念 我立下誓言 绝不把今晚的谈话 告诉任何人 如若违背 便让我回归临近 我发誓 绝不把今晚的事 告诉任何人 如若违背 便让我回归临近 前野良大声道 金发青年瞳孔里的金光 一下赤裂 俊朗的脸庞 如雕塑般凝塑 声音宏大威严 我已见证 一轮淡金色的微光扩散 化为微风扫过酒屋 前野良心理一动 感觉冥冥中有规则建立 有力量在心里形成了枷锁 转瞬即逝 契约已成 天罚的贵客们收回目光 继续喝酒 前野良拉开酒屋的门 迈着碎步 朝洗手间走去 他越来越快 小碎步变成了急走 急走变成小跑 奔到洗手间 推开一个无人的隔间 前野良被靠着门 捂住胸口 剧烈喘息起来 他的表情变得极度惊恐 在酒桌上的镇定和优雅 荡然无存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原始天尊是魔君传人 不会错的 他在图鉴里看到了两件熟悉的道具 一件是可以改变容貌的戒指 另一件是蓝色的风法师手套 风法师手套自不必说 那枚戒指 他见过 在沙鲁副本里见过 在原始森林跋涉中 原始君为了不被邪恶职业针对 刻意改变了容貌 而当时他手里就戴着那枚戒指 如果是一件道具撞车 或许是巧合 那两件道具重合 必须要提醒原始君 不然他会被天罚查出来的 但是我立下了誓言 不能泄露 我需要一件能豁免契约的道具 或者是一件转嫁伤害的TIS道具 可是 先不说有没有这种道具 即便有 这种功能的道具 也不是他能找到的 前野良脑海里念头急转 焦急的额头浸出了汗水 不然 他心里一动 为什么不问问原始君 他宝物众多 而且身为五行蒙明星人物 即使没有这种道具 肯定也有渠道能集来 明明有这么大的靠山 为什么还要自己独自焦急 想到这里 前野良急忙从和服的那兜里 摸出手机 打开聊天软件 给原始天尊发送信息 原始君 有一件急事想请教您 我在骑士的见证下 被迫立下契约 请问有什么办法豁免契约之力 想了想 他又补充一句 不需要彻底解决契约 只要转嫁伤害或者替死 一次就够了张苑青 郑和美艳的丈母娘 把酒言欢 高脚杯 烛光 丰盛佳 地点就在父亲娘的别墅里 半小时前正式就已经谈完 丈母娘毫不犹豫地签了合同 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以十亿联邦币的价格购买百分之五股权 在无利息借公司十亿联邦币 作为前妻资金 傅青阳签完合同就走了 他还要去练工房练习斩机 没时间搭理这个烦人的姑姑 傅雪就说 赶紧滚赶紧滚 别打扰我和儿子叙旧 餐桌上 张苑青殷勤地给丈母娘倒酒 说丈母娘您真是女强人 官雅跟您比起来还差远了 咱们以后一起经营公司 做大做强 合作愉快 傅雪就骂他 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的狼子野心 不就是想把我绑到你贼船上吗 这样我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可你开出了我无法拒绝的价码 我认了 傅雪喝了不少酒 眼角眉梢都红了 眼波迷离妩媚 说话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他说你是不知道 傅家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 要想过的滋润 就得卯足了劲的干 生产队的驴都没我这么累 张苑青说 哎呦 妈你酒居国外 居然还会玩梗 必须喝一个 傅雪一口钱了红酒 继续说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孤儿寡母有多辛苦 我天赋一般 能力一般 除了长得漂亮没啥本事 天天被家族里那群狗东西排挤 好事永远轮不到我 关雅那丫头倒是有天赋 可她不争气啊 她不但不理解我 她还诅咒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老娘是赤后 诅咒我就算了 她不好好升级 还卡等级 草特马的 张苑青大吃一惊 妈 您喝醉了 竟说瞎话 您还记得关雅的妈是谁吗 傅雪委屈地说 你别打岔 我还没说完呢 就连朋友都欺负我 一听我要集钱 她居然提出要一半的股份 还要的理智气壮 说什么这是她应得的 我跟她吵了半天 她才答应只要一成股份 对了 她还骂你不是个东西呢 张苑青大怒 说您那朋友是谁 你把她地址告诉我 保证打得她连妈都不认识 傅雪白白手 说不管她了 还好你是有孝心的 懂得体恤我的不易 来 儿子 咱们喝一个 九国三巡 傅雪趴在张苑青怀里 阴阴地哭 张苑青正要喊来兔女郎 把这个女罪鬼搬回房间 手机叮咚地响了 是钱也良发来的信息 怎么豁免契约之力 我要有这办法 我还用戴工作帽和关牙解清热 张苑青心里嘀咕 叮 很快第二条信息来了 张苑青一手拖住烂醉的傅雪 一手握住手机 皱起眉头 一次就够 钱也良遇到了什么事 第561章身份泄露危机 张苑青输入信息 发生了什么事 能透露 打字的手指一顿 他心说我居然也真喝多了 既然钱也良没交代事情的始末 说明他不能泄露 删除文字 重新编辑 急骂 钱也良秒回 很急 非常急 十万火急 原始军 我是偷跑出来的 时间不多 回晚了怕被怀疑 张苑青眉头一点点皱起 看一眼怀里的丈母娘 招来桌边服侍的兔女郎 道 把她送回房间 傅雪抬起涂红的脸蛋 目光迷离地看住她 嗤嗤笑道 不 不要她 你送我回房间 张苑青冷冷地看她几秒 忽然一收刀劈在她颈动脉 傅雪因一声 昏厥过去 张苑青把她丢给兔女郎 面无表情道 送她回房真是的 关雅怎么摊上这么个风流的骂 咋的 你还想当李隆基啊 她目送住兔女郎 掺着昏迷的腹雪离开 收回目光 把心思转移到 钱也良的事情上 钱也良的要求 对旁人来说 几乎不可能完成 但对张苑青来说 短暂豁免契约之力 是很简单的事 只要有完美人皮就行 问题不在于事件的难度 而在于她借不借道具 完美人皮不是一般的道具 她是因果道具 价值高于规则类 这世上能让她心甘情愿 挤出完美人皮的人屈指可数 钱也良不在此恋 但钱也良似乎遇到了 十万火急的事 身为帮派成员 不能坐视不管 当初把岛国JK拉入帮派 除了扩充渠道 还因为看出这丫头 心性较为纯良 人品方面 钱也良还是靠得住的 让关心术来决定吧 张苑青打出一个响指 星顿到父亲羊卧室外的阳台 取出大螺心盘 睁开心眸 两三分钟后 她熄灭眼里的星光 把完美人皮从物品栏取出 存入帮派仓库 你申请使用帮派仓库里 那件人皮道具 然后向神户一郎借来搭指镜 用镜子制造的分身 披上人皮 替你承担违背誓言的代价 张苑青发送信息 银座 大酒屋 钱也良握着手机 迈着小碎步走在复古长廊 手里紧紧拽着手机 她离开的时间差不多了 太晚回去容易被察觉出不对劲 虽然签订过契约后 天罚的客人们应该是放心的 天罚很清楚千鹤组的实力和底蕴 知道他们不可能有消除契约的手段 这时 手机响了一下 钱也良快速解锁屏幕 扫了一眼原始军的信息 然后删除了聊天记录 如是重负地把手机收入合幅内侧的兜兜 做完这一切 他正好回到大山屋门口 抱歉 我回来 钱也良推动门 返回执行官大人身边 挺直腰杆 安静地当着花瓶 偶尔倒酒 九国三巡 猎魔人说道 神户组长 这次天罚委派我前来倒国 是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神户一郎急忙说 执行官大人 千赫组时刻准备住为天罚服务 猎魔人满意点头 道 天罚的一位A级通缉犯 最近潜入华国 我们想通过千赫组 向五行盟申请引渡逮捕神户一郎 恍然大悟 天罚和五行盟没有签署过引渡条约 因此天罚成员 无法在五行盟管辖的领土上抓捕罪犯 但千赫组和五行盟是有引渡条约的 倒不是双方关系有多好 而是基于一条非常现实的原因 岛国和华国太近了 从华国到岛国 超凡阶段的水轨都能轻松横渡 更别说胜者 如果没有引渡条约 那么岛国很可能成为第二大区邪恶职业避惑的安全港 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 不只是岛国 华国周边的国家基本都和五行盟签了引渡条约 至于没有临近行者官方组织的小国家 则不需要引渡条约 想进就进 想抓就抓 神户一郎道 我明白了 请执行官大人放心 我明天就去办这件事 猎魔人脸上露出笑容 祝千鹤祖和天法的友谊天长第九兵主举杯 一饮而尽 一顿酒喝到半夜十二点才结束 神户一郎领着尊贵的客人们离开大山屋 乘坐电梯前往客房 千鹤大楼里有专门招待贵宾的房间 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布置 待客人们进入房间 前野良看住组长 细声细气地说 组长 我先回去休息了神户一郎点点头 想了想 又把他拉到僻静无人的楼道里 低声道 梁将 原始军身上 真的没有魔君的道具 前野良微微摇头 神户一郎松了口气 前野良顺势道 组长 为什么天罚会认为原始军是魔君传人呢 神户一郎目光微闪 太一门数月前召集门徒寻找魔君传人 魔君是堕落的夜游神 如果原始军是魔君传人 那天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他了 天罚也不希望看到五行盟 再多一位半神 前野良恍然大悟 又道 你有没有被他们要求立下誓言 神户一郎点点头 你走后 干部们都立下誓言了 果然没有空子钻 前野良点点头 他想了想 道 组长 如果天罚要对付原始军 那 那我们还要继续在原始军身上投资马 神户一郎一正词言 那我们只能放弃原始军 天罚是千鹤组最大最坚实的靠山 梁将 你要记住这一点 前野良用力点头 然后告辞离开 他乘坐电梯来到地下停车库 进入座驾 司机刚把车开出停车库 他就收到了神户一郎的信息 天罚的敌人 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 维护好原始军的关系 删除这条信息 我就知道那不是组长的心里话 前野良小声嘀咕 然后把信息删除 回到家中 他顾不上换和服 一边脱掉木机 一边握着手机发送信息 原始军 我到家了 现在是安全时间 我想申请使用小红帽 还有你帽子里的音师 几秒后 原始天尊回复 你事真多 是想掏空我的家底吗 前野良没有回复 等了片刻 打开帮拍仓库 发现小红帽出现在了格子里 他甜甜一笑 连续申请了小红帽 和完美人皮的使用权 耳边响起林静提示音 旋即两件道具出现在手中 前野良把他们收入物品栏 完成认主 接着抖了抖小红帽 九局音师从帽子空间里跌落 贪婪神将刚一出来 凶恶混沌的眼睛便闪现灵光 然后发出嘶哑难听的声音 怎么回事 说话间 贪婪神将扫过 岛国风格的女子闺房 整洁素雅 空气中漂浮着 女生房间独有的幽香 前野良吃了一惊 猛地挺直腰杆 原始军 你 你怎么过来了 我当然要过来 我的大部分家当 都在你手里了 张元清汉手道 不放心你 过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 看到前野良 想用殷师承担代价时 张元清本来是拒绝的 但转念一想 殷师送过来的话 他也能评级本体 和殷师的感应 空降现场 似乎更保险一点 原始军果然是好人 前野良一阵感动 现在还不能说 前野良抓起完美人皮 目光在殷师身上游移 张元清只像一个中年人 就他把前野良 便将完美人皮甩了过去 薄薄的人皮 接触殷师后就融化了 将中年人包裹住 眨眼间脸色惨白的 中年殷师 变成了轻力可爱的 女高中生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用文字信息告诉你 前野良生怕一开口 违约的代价就降临 白白浪费一具殷师 他打开手机里的备忘录 跪坐在桌边 低着头 轻松玉指飞舞 将今晚就会上的事 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写了足足一千字 张元清就足足等了半小时 我好了 原始军前野良 将手机递过来 张元清接过 定睛一看 几乎就在下一秒 披着完美人皮的殷师 眉心喷涌出赤裂的金光 直听停地倒地 彻底变成一具死尸 前野良看住 替自己承受代价的殷师 咽了咽口水 天法组织的人抵达岛国了 领队的是猎魔人执行官 不认识张元清 快速浏览内容 看住看住 他瞳孔剧烈收缩 天法组织接过举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我是魔君传人 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前野良在图鉴中 看到了一绒戒指 和疾风者手套 他知道我是魔君传人了 张元清猛的看向岛国 JK 因是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但远在大陆的本体 此刻心跳如狂 肾上腺素飙升 除了心照不宣的父亲杨 他第一次被人发现 魔君传人的身份 有种秘密被曝光的惊悚感 前野良被他锐利的目光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般的挺直腰杆 我不会背叛原始军的 绝对不会张元清定了定神 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 继续看完后半段内容 后半段是关于引渡条约的谈话 明亮的灯光填满硅房 前野良绷住脸 挺住小妖 紧张得一动不动 张元清握着手机 同样一动不动 彭扶化身成了雕塑 很久之后 他嘶哑难听的声音说道 你的契约之力已经消除 胜者阶段的誓言力量涌现 刚才已经耗尽 你可以畅所欲言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殷师和完美人皮 收入小红帽里 只留下贪婪神将 天罚有没有对你用测谎道具 今晚酒宴上有没有赤后 张元清沉声问道 没有使用测谎道具 老师是有气节的剑客 不喜欢逢阴天罚的客人 没有出席晚宴 前野良如实回答 没有测谎 没有赤后 张元清心里微松 思索几秒后 道 他们在说谎 天罚没有实锤我的证据 如果掌控住实锤的证据 还有必要问你 停顿几秒 继续说道 问许你这么重要的问题 却连测谎道具都不带 这更像是 有早没早打一杆 本来就没对你抱希望 所以才如此松懈 啊 前野良猛了 这和他想的不一样 他们没有证据证明 你是魔君传人 甚至连怀疑都算不上 那为什么大费周章 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 本来就不是我 而是冥王张元清说 我只是天头 前野良听懂吗 他们是顺手对付你 张元清问一声 魔君陨落不久 我就启示了 天罚不像五行萌那样 用虎符测试过我 在他们眼里 一个突然崛起 天赋强到不可思议的夜游神 有没有可能是魔君传人呢 只要有可能 那就试探一下 反正又不吃亏 只是还真让他们瞎猫 碰到死耗子了 幸好你今天精明 有 有件事我务必要提醒 原始军前野良举起手 您 您怎么能频繁地 使用魔君道具呢 那只手套 您在很多人面前用过 上次进高天元石 您在组长他们面前 使用过张元清嘴角一抽 前野良小声道 但天罚组织不知道 您来过岛国 并与组长他们有过接触 在他们眼里 千赫组的其他干部 是和元始军 没有交集的 不相干的人 所以没有给他们看突击 但只要他们看了突击 你就完蛋了 张元清嘴角一抽 前野良又道 不过您放心 组长很重视千赫组 与您的友谊 哪怕知道了 多半也会替您隐瞒 好吧 我并不确定 但他应该不会主动 接触此事 张元清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魔君的几件道具里 易容戒指我很少用 就算用了也会戴上手套 唯独杀戮副本里 没有手套 前野良和牡丹仙子 应该有注意到他 牡丹仙子一个小人物 无缘无故 不会有人找到他 甚至都不知道 他见过易容戒指 持久者喷雾 一直被雪藏在物品栏 官雅都没见过 猫王音箱我一直很注意 就算带出去 也是藏在腰包里 旁人只能听见声音 看不见他的模样 魅力戒指 我还没当众使用过 那个没有物品信息的电子表 同样雪藏在物品栏 只有疾风者手套 频繁使用 这道具太好用了 是我太大意了 我太大意了 张元清回忆着自己 当众使用疾风者手套的次数 大部分时候 他会使用这件道具赶路 倒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但有几次是有旁观者的 而且旁观者还好好的活着 一次是在万宝屋的擂台赛上 他杀死那名剑客时使用过 一次是帮助千鹤祖猎杀叛徒 他用手套驱散过武器 一次是和千鹤祖干部 联手探索高天元 一次是五行之乱副本 他在皇太极面前使用过 最近一次是莫宗机关城副本 万宝屋里我是易容了的 除了赵家和连三越 没人知道我是原始天尊 东北那次 见证者是巡逻小队成员和邪恶职业 天法怎么都不可能问到邪恶职业 何况那群小喽啰未必还记得手套 皇太极是个问题 至于王者归来的帮派成员 他们还在副本里 等他们出来 我就立刻开启最后一个副本 绝对不能让他们和天法的人见面 不行 漏洞还是太多了张元清叹了口气 天法有突击 本土官方肯定也有魔君的道具突击 只不过我平时藏得好 没有曝光 唯一频繁使用的是疾风者手套 目前来看 疾风者手套这件风法式道具 是魔君在海外得到的 他估计当成了一件小玩具 玩过几次就收藏起来了 所以国内的邻近行者 并不知道疾风者手套 但天法如果公开那份突击 他就暴露了 天法这次来华国 主要是为了抓捕冥王 查魔君传人只是顺带 前野良这里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也许就暂时搁置了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不一定会刨根问底的查 不 不对 魔君的角色卡里有太阴本元碎片 日月星事关光明罗盘的预言 天法知道魔君的重要性 第一大区和第二大区的大势力 都在投资夜游神 天法难道没有投资 他们肯定也有自己投资的夜游神 这样一来 魔君传人的重要性就直线上升了 天法肯定也想为自己投资的夜游神 夺得太阴本元 他们今晚问询前野良 只是第一步 确认我嫌疑大不大而已 等到了大路 一定会加以确认 说不定会向官方公布突击 感觉逃不掉了 怎么办怎么办 张元清精神高度紧绷 第562章九宴和抵达 天法组织这次造访岛国的目的 一是冥王 二是查一查魔君传人 不可能因为一点不多 就放弃对他的试探 不可能因为主要目标是冥王 就放弃查他 这时候心存侥幸 就是自己骗自己 主要是人家也不需要查他 只要向五行门公布那份突击 一切都完了 太一门主知道魔君身上有太阴本源 不然不会找魔君传人 门主知道的话 灵拓会不知道吗 魔君传人的身份一旦泄露 太一门主和灵拓恐怕就直接对他出手了 五行门都保不住他 张元清表面平静 实则脑力高速运转 迅速思索出两条方案 一 溜之大吉 脱离官方 远走天涯 当一个江湖散修 二 用冥王做交易筹码 私底下与天罚达成和解 这两个方案后遗症都很大 感觉不太可行 张元清默默叹息一声 道 过几天 等帮派成员们脱离副本 我就会立刻开启第三个副本 你准备一下 就不要跟住千鹤组一起访华了 免得天罚的人心血来潮 对你用策谎道具部 你明天就进末宗机关城 在那里待一天 避避风头 钱也良思考几秒 好的 天罚来之前 我就和组长说过 要进帮派副本 此事不会显得突兀 张元清赞许道 梁将 你干得不错 你是王者归来的骨干 我会好好培养你的 虽然性格有些软弱 但智商还是在线的 还算可靠 钱也良喜滋滋道 我不会辜负原始军信赖的 见他眸子亮晶晶的兴奋模样 张元清暗暗思存 这丫头和夏侯傲天是一个类型 后者渴望站在聚光灯下 被所有人看见 而钱也良也渴望被委以重任 而不是在千鹤组当一个吉祥物 只要抓住每个人渴望的东西 或者性格缺陷 就能很好的驾驭 傅清阳如此擅长玩弄人心和权术 天赋是一方面 事后的洞察术功不可没 那我先回去了张元清 把小红帽丢给钱也良 退出了殷尸试海 富家湾别墅 背盘狼藉的餐桌边 张元清垂住头 脸上敷住一层白 眉眼狡诈奸华 嘴角拾而勾起 眼睛滴溜溜转动 一副在酝酿奸济的模样 几分钟后 他收到了钱也良 递交小红帽的申请 张元清脸部的白气消退 从物品栏抓出鬼境 压下军魂脸谱 性格反复无常的代价 然后打开帮派仓库 取出小红帽 确认东西都完整归还 他才放心地把小红帽收好 白脸也给不出 堪称完美的化解方案 事儿有点难办了 张元清陈英几秒 起身离开餐厅 直奔练功房 哒哒 他的脚步声 在光亮可见的走廊里回荡 很快来到附属楼的练功房外 透明到 旁腹不存在的落地窗里 父亲羊双手持握一把木剑 公布 一下下的批展 没有炫耀可言 也没特效和意象 就是最正常的直批 丝毫没有寂静呼道的风骨 更像是一个初学者 张元清站在落地窗边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练功房里的父亲羊 彭扶没有察觉到他 持之以恒的斩机 时间缓慢流逝 一直到凌晨三点 父亲羊收剑而立 侧头看向落地窗边 张元清这才打出响指 化作星光顿入房内 老大 这样练能练出规则之力 我现在练还来得及 马张元清问 任何一件事 只要持之以恒 皆能入道 父亲羊盘腿而坐 横见淤熙 这是我的道 不是你的 虚我这死 向我这声 蹄呼灌顶案张元清说 那老大觉得 我适合走什么道 请不要说什么 挂满白霜的林荫小道 不然我会怀疑你在开车 当然 车水马龙的大道 我也不喜欢 父亲羊无视了 心腹下属的烂话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好像遇到了点事 老大你很无趣啊 都不会接梗 张元清叹息一声 不是我的事 我有一个朋友 当然有不方便 说出口的难言之隐时 通常会用 我有一个朋友 来打掩护 父亲羊认真的点头 表示这个梗 他接住了 张元清忽然卡壳 反而是他接不住了 魔君传人的身份 他和父亲羊 心照不宣 你不说 我也就装作不知道 将来出了事 顶多是一个失察之责 可你一旦说出来 那就是逼我表态 身为官方长老 是上报还是包庇 真是的 老大怎么突然会玩梗了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最近受什么刺激了吗 突然对这些东西 产生了兴趣 张元清想了想 说 我有一个舅舅 他年轻的时候 可混了 烫头抽烟 穿喇叭裤 玩乐队 我们都叫他家族败类 最近我才知道 原来他当年在外面 有私生子 现在那母子俩 找到松海来了 这也怪他不好 没事就喜欢 在网上唱跳蜡 一点都不低调 私生子这不就知道 他是住松海了吗 父亲羊愣了一下 目光深邃地 审视他片刻 私生子知道 你舅舅的住址吗 这个倒不知道 张元清说 他们也是来松海瞎找 没有明确目标 但私生子手里 有我舅舅的照片啊 拿照片一问熟人 我舅舅便暴露了 感觉无解 父亲羊表情顿时凝重 两条浓浓的剑眉紧锁 张元清低声道 老大 你说我半途截杀私生子 算不算一劳永逸 父亲羊瞅他一眼 私生子找上门 你舅舅大不了离婚 身败名裂 要是杀人 那就是枪毙的重罪 不要用大错去填补小错 不治 那该怎么办 能不能和你舅舅的朋友 打声招呼 不全是好哥们 老大 给一笔钱 打发走私生子怎么样 人家就是过来 分你舅舅财产的 用钱无法打发走 爱财之人 反而会养出吸血虫 把你吸的连骨髓都不剩 不是我不是我 是我舅 这件事有点棘手 就算是我 也想不出万全之策 但缓兵之际倒是有一条 老大请说 张元清精神一震 挺直腰杆 父亲羊淡淡道 在私生子找到你舅舅之前 顾个人假扮成你舅舅去闹事 火力自然就转移到假舅舅身上 但这个办法难度很高 因为太巧了 所以必须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假舅舅的安全也是个问题 私生子年轻力壮 想来很能打 边上还有群众帮忙 张元清陷入沉思 老大的意思是 让我推一个魔君传人出来 这倒是个好主意 魔君传人自己现身了 那天法还有必要 茶园使天尊是魔君传人吗 但是 魔君传人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这时候现身 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难以说服天法 他沉音不语 脑海里灵光乍现 各种各样的念头涌起 又下沉 这时 父亲羊说道 隔壁的别墅 我打算用做公司的总部 机关的核心部件在那里生产 至于配件 需要一个更大的工厂 我在松海近郊买了一座工厂 通过人脉订购了一大批的高精尖设备 以及机关武器的原材料 负学的筹钱需要时间 我会举办一场酒宴 邀请官方的年轻人过来玩 顺便向他们筹钱 但举办酒宴的时间还没定 我记得腾儿经商方面很有天赋 他是有钱的 我会邀请他 说完 他握件起身 休息时间结束了 出去把张元清没有想出魔君传人现身的合理理由 听得心不在焉 见老大下了逐客令 只能无奈地离开 他施展心顿数返回别墅 冲了得早 躺在床上 继续思考着 天罚的人很快就来了 大概率就是明天 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躺在床上 他忽然有点想念官雅了 烦心的时候 身边有个人安慰开导 是件很幸福的事 人就是这样 当品尝过爱情的滋味 就不愿意孤单一个人了 假扮魔君传人其实也有难度 我目前接受的魔君遗产礼 魅力戒指 持久者喷雾和电子表都不是对敌的 故意当住敌人的面拿出来 未免太假了 只有疾风者手套可以使用 但黄太极等少部分人见过我使用它 拿出疾风者手套 等于不打自招 猫王音箱 见细细的音频 同样也被部分人耳熟能详了 张元清忽然发现 要证明自己是魔君传人 居然还挺有难度 但不证明自己是魔君传人 就无法取信天罚和官方 除非有人能给我作证 证明我是魔君传人 张元清突然一证 接着表情凝固在脸上 他反应过来了 他领悟父亲娘最后那段话的暗示了 妙藤儿 妙藤儿是破局的关键 持久者喷雾 魅力手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来 但可以在妙藤儿面前拿出来 他是魔君的相好 知道这些东西 妙藤儿就是他的人证 假扮魔君传人 在明晚的宴会上掳走妙藤儿 故意凌辱他 给他看持久者喷雾和魅力戒指 然后自称魔君传人 要接收魔君全部的遗产 众所周知 遗双也是遗产 等妙藤儿被救出来之后 他会替我证明我是魔君传人 完美 父亲娘你真特么的婴啊 好兄弟的表妹也算紧 我喜欢 嘿嘿嘿 张元清翻身坐起 取出手机 给钱也良发送信息 我要你们组长的手机号码 次日清晨 父亲娘醒来 拿起床头的坐机 拨通楼下电话 吩咐道 到书房拿我的电脑过来 他挂断电话 进入洗手间洗漱 等他洗漱完毕回到主卧 窗边的书桌上摆好了办公电话 以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父亲娘一手端起咖啡 一手打开笔记本 输入密码 打开邮箱 一条未读信息 他点击邮件 内容是一条简短的信息 千鹤组今晚八点抵达京城 父亲娘默默删除邮件 再次拿起床头坐机 拨通楼下电话 晚宴时间定在今晚八点 夜幕降临 一架银色的弯流钻出云层 带着轰隆隆的巨响 降落在京城国际机场 飞机滑翔中 轻飘傲慢的青年笑道 猎魔人执行官 这次过来玩 你不介意我找将军打架 把猎魔人声音温和 不耽误正事 随意另一个散漫青年耸耸肩 有什么好打的 将军是半神的子嗣 天生就能比见巅峰职业 前年交流会 你差点被他打死 伙师动起手来 就抛弃智商了 下手没分寸 猎魔人摇摇头 奥斯蒙上个月 在海神宫里 获得了海洋之星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大陆的伙师 打架不喜欢用太多的道具 在综合实力上 将军打不过他了 奥斯蒙这次 是要一雪前耻的 轻挑傲慢的青年笑道 执行官大人 你不要透我的底吗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说话间 滑行的飞机缓缓停下来 续着漂亮落腮湖 蓝眸深邃的猎魔人 领着三位青年 和千鹤组的干部们 沿着弦梯下行 在阶级人员的引导下 乘坐专车离开机场 京城的路况拥堵 三辆豪华商务车走走停停 缓慢驶向五行盟 用来接待贵宾的大酒楼 同一时间 松海赴家湾 赴青阳的大别墅里 一辆辆豪车出入 一位为二代三代四代 穿着正装礼服抵达晚宴 被安排在别墅门口 接待客人的张元清 看见一名三十出头的青年 从一辆黑色商务车里走下来 他五官不算英俊 却很耐看 脸部线条宛如雕刻 但不冷硬 穿着考究的正装 气质温和内敛 中正大气 严肃又不严厉 像个年轻有为的青年企业家 张元清大喜 张开双臂迎上来 大声道 义父 正往别墅里走的 贵公子大小姐们 诧异地停下脚步 回眸看来 义父 原始天尊 还有义父 是谁 黄太极表情一将 第563章晚宴 被一道道诧异 和惊奇的目光注视着 黄太极的脚出现卡顿 又在沙纳恢复正常 但身姿悄然挺直 脸色也更加严肃 同走红地毯的明星 一下子有了偶像包袱 我和你说过很多次 不要喊我义父 黄太极皱起眉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顺口了顺口了 张元清说 义皇哥啊 今天的晚宴 您一定要帮忙 老大给出的年利息 是2.9% 所以愿意借大钱的人不多 黄太极沉生道 2.9%是低了些 银行的大额存单 都比这赚 所以这不就想请您帮忙吗 谁不知道 卖地皮和卖房子的 是图大户黄太极 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 集团的钱不是我的钱 一笔收益底下的投资 会降低我的风评和口碑 话没说完 张元清陡然高呼 义父啊 黄太极嘴角微微一抽 我考虑考虑 多谢义父张元清 领着黄太极 进入宴会餐厅 高声道 老大 诸位贵客 我义父到了餐厅里 穿着正装和礼服的 俊男美女们 诧异地看了过来 一位未熟人 一道道意味不明的目光 此刻都聚焦在了 黄太极身上 黄太极没有洞察术 但他能轻松地 意会到这些官方 二代三代四代们的 惊恶 意外 以及一丝丝刮目 相看的羡慕 这种意外和羡慕 与他官方四公子的 身份不一样 原始天尊 金飞锡比 五行之乱副本后 彻底机身主宰之下 最强者序列 论实力 已经能和官方四公子 平起平坐 论名声 不管好名声 还坏名声 他都超过了 闷不吭声的黄公子 暴躁冲动的火公子 懒散风流的花公子 以及以德福人的 钱公子 这生意赴 是大家对黄太极 竟然收服 原始天尊的 惊讶和意外 黄太极默默挺直腰背 明星走红地毯般 走入宴会大厅 身份显和的宾客们 纷纷围上来打招呼 态度热情而恭敬 张元清退出了餐厅 穿过庭院 继续在别墅门口 迎接来宾 很快 他又迎来了两位熟人 同时也是本次晚宴的主角 妙腾儿和灵君 妙腾儿今晚的打扮非常亮眼 穿着柔顺闪亮的 白色丝绸衬衫 浅蓝色的白褶长裙 清爽得如同一束兰花 而这恰好完美地 贴合他的气质和容貌 轻力脱俗 又不失成熟女子的娇媚 腾儿妹妹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 张元清放声大笑 张开怀抱迎上去 似要与妙腾儿亲热拥抱 妙腾儿脸上绽放明艳笑容 大大方方地与他虚抱一下 哼哼道 我年纪比你大 你要叫姐姐那不行 林军是我的挚爱亲朋 手足兄弟 你是他妹妹 那就是我妹妹 泽泽 腾儿妹妹今晚是要咽压群方吗 张元清真诚又热情地称赞 妙腾儿称道 油嘴滑舌 谦虚了 谦虚了 张元清抓起妙腾儿的小手 拍着手背 掏心掏肺道 腾儿妹妹在我眼里 就是官方第一美人 比英姬还要每三分 她表情和语气一本正经 就差对天启示 这句话明显聊到妙腾儿的心坎了 轻力绝伦的脸庞 一下子泛起明媚的笑容 她忽然叹了口气 审判会的事 我很抱歉 她指的是妙长老 没有在审判会上 帮原始天尊这件事 哎 妙长老老谋深算啊 知道我和邻君 还有你交情深厚 就算他不帮我 我也没办法记恨 张元清耸耸肩 妙腾儿看他急眼 又笑了起来 腾儿 你先进去 我和原始说说话 边上的邻君咳嗽一声 催促表妹赶紧进去 不要再和原始天尊纠缠 妙腾儿微微汗手 脸部款款地穿过庭院 走向别墅 五秒 邻君悠悠道 什么五秒 张元清 头去疑惑的目光 你握了腾儿的手五秒 腾儿很讨厌 跟异性 有肢体上的接触 包括握手 但他不但和你拥抱 还让你的咸猪手握了他的手 只是虚抱而已 我都没测量出 你妹的胸怀 未未 你在口哗哗我妹 我翻脸了 林军叹了口气 不过腾儿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有天赋 不正经 情商高 懂得讨人喜欢 可惜你已经有官雅了 不然把腾儿托付给你 我是很满意的 别了吧 傅清阳会给我们一人一招 激进呼道的你担心的 居然是傅清阳会给我们一人一见 而不是官雅伤心难过 你更在乎傅清阳的感受是吗 不要突然间浮起来 该进去了 张元清一把将他推进庭院 晚上八点 受邀而来的宾客们陆续抵达富家湾别墅 宴会的地点在左侧附属楼 那里有专门用来举办宴会的大厅 面积足有五百多平米 铺着厚厚的地毯 天花板吊着层层叠叠 如九品莲花的水晶灯 铺着白色餐布的长条桌 摆得井然有序 餐桌上都是顶级食材 兔女郎领着女服务员穿插在人群中 带来更多的佳肴和酒水 宴会中央有一家正亮的烤漆钢琴 兰花般清丽绝伦的庙腾儿低头弹奏 白皙漂亮的手指在黑白剑上灵活弹动 身为主人的父亲羊 一身雪白西装 短马尾 雕塑般英俊的脸庞高冷依旧 他带着心腹下属原始天尊 挨盖地与官方的精英们交谈 碰碑 俨然是晚宴上最亮的两只仔 酒过三巡 气氛越来越热烈 黄太极也跟带着原始天尊溜了一圈 并丝毫不抗拒他喊自己衣服 张元清就知道老大交代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黄公子会急钱 其实这次宴会 大头就在黄太极这里 他是政府建筑集团CEO 恰逢今年房地产行业为民 集团缩减了在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入 所以活钱一大堆 搞定黄太极 就等于搞定了80%的资金缺口 但傅清阳说 黄太极这个人啊 刻板严肃 生意场上公事公办 前公子的面子在黄太极这里也不好用 还得原始天尊这个义子出马 张元清进完两圈就不喝了 他不会喝酒 再昂贵的酒进他的嘴也是浪费 他更喜欢冰镇可乐 但傅清阳说 正进场合就要有正进场合的样 晚宴上没有可乐的容身之地 现在 他坐在靠近阳台的位置 吹着夜晚徐徐的凉风 平静地观察住 言笑艳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 他在等待机会 邻君救急复发 又开始全场聊妹了 在女人堆里大声谈笑 左聊一个右聊一个 没空搭理自己的表妹 大部分人的焦点都在扶清阳 黄太极等几位明星人物身上 搭理妙腾儿的人不多 按理说 宴妙腾儿的容貌 身段 家世 也是明星人物之一 但他和英姬一样 还没有忘记曾经的情郎 因此在社交场合里 洁身自好 不给任何人类高质量男性机会 久而久之就没搭讪了 毕竟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到处都是 何必在她身上自讨没趣 这时 傅清阳一时不慎 胸口见了几滴红酒 当即以换衣服为由离席 傅清阳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一位兔女郎 朝妙腾儿走去 低声道 妙腾儿小姐 少爷有事与你商讨 请随我来 傅清阳有事找我 妙腾儿扫了一眼宴会厅 确实没看到傅清阳在场 便点头起身 微笑道 好的 她随着兔女郎离开宴会 沿住楼梯下行 进入一楼的某间客房 兔女郎躬身道 您请稍后 少爷马上就到说完 带上门离开 京城 天伐和千鹤族组成的访华队伍 抵达风铃晚大酒店 酒店门口 一位西装笔挺 儒雅随和的中年人 已经等候多时 猎魔人执行官 你好 我是庙长老的秘书 杨荣 中年人的笑容彬彬有礼 握手的姿态挑不出毛病 这是猎魔人 第一次代表天伐访问五行盟 他当然也是外交官 但主要负责的是欧洲 这次是因为负责亚洲的外交官 恰好进了邻近 天伐便把任务交给了他 猎魔人审视着对方的容貌 迅速在脑海里找到了相关资料 杨荣 百花会大长老的秘书 外交部的副部长 百花会的庙长老是外交部的部长 专门负责接待国际手续组织 是五行盟对外的脸面和形象 猎魔人一直觉得五行盟选择庙长老 担任外交部长 是一个聪明且有心计的决定 那位强大的木妖性格温和 缺乏棱角 却又老谋深算 很适合在外交场合上麻痹敌人 并在国际上塑造出 五行盟温和无害的形象 猎魔人在审视杨秘书的时候 杨秘书也在观察他 以及三位天罚的青年 这三人中 海妖奥斯盟是老面孔了 他曾经有两次访华经历 一次是超凡阶段 当时的他就像现在的原始天尊 天罚的明星级人物 身为海妖 却不加入海神教会 超凡阶段时 便单枪匹马猎杀过 数名同级别的邪恶职业 拥有丰厚的履历和战功 让海神教会扼腕叹息 就如太一门扼腕叹息 孙长网糊涂 多年前随天罚外交部访华 在交流会上大败五行蒙六位超凡 风透无量 去年又来过一次 已经是六级胜者 但那次他遇到了不动脑子的将军 险些被将军打死 这次是他第三次访华 另外两位里 气质与林军一样散漫的 是风法师胡佛约克 和林军不同的是 这家伙外表散漫 实则是个杀胚 老师是一级黄金执行官 道尔哲罗姆 巅峰主宰 胡佛约克的天资和实力 布比奥斯盟 类似于黄太极和将军 至于那位严肃沉默 看起来如苦心僧般 一丝不苟的青年 杨秘书没见过 甚至想不起他的相关资料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 这家伙是天罚的秘密武器 且异常低调 所以五行盟没有调查过此人 二 这家伙是货真价实的小喽啰 拉过来凑数的 小喽啰当然没资格 让杨秘书关注 毕竟天罚的精英多如牛毛 总不可能每一个都详细调查 天罚每次访华 就会带上一批天才及精锐 一方面是向国外手续组织 展示自己的底蕴和人才 另一方面是外交过程中 少不了要交流 带菜机过来只会丢脸 能代表组织行走国外的 都是最精英的那一批 任何组织都一样 庙长老早已恭候多时 里边请杨秘书 领着千贺组和天罚成员进入酒店 乘坐电梯抵达楼层 进入包间 中式风格的典雅包间里 一位拥有人形外观的老者 端坐在圆周边 含笑望住进来的使者们 他有着温润平和的脸庞 如同古代聪慧的先知 但他的头发是一根根指头粗的黑蛇 丝丝土性 水草般百动 他的双脚是如动的根须 牢牢扎入地里 本来以猎魔人的位格 是没资格让庙长老亲自接见的 但他代表着天法而来 出于礼数 庙长老不能缺席 猎魔人大步上前 不卑不亢地与庙长老握手 千鹤族的干部 则恨不得把头处地上 躬身道 拜见庙长老 三位青年圣者 各自管理着表情 躬身问候 猎魔人执行官 可以不卑不亢 但他们不行 这既是对高位者的尊重 也是源于对方 对地位格行者 天然的心理压制 坐吧 晚宴已经准备好 庙长老微微一笑 示意诸位入座 带众人入座 享用了几分钟国菜 庙长老说道 千鹤族的申请书 我们已经看了 天罚要逮捕的通缉犯 是什么身份 千鹤族的申请文件里 写的是千鹤族 要引渡逮捕通缉犯 与天罚无关 因为这是程序上的规范 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抓个通缉犯而已 五行盟乐意卖天罚一个面子 最近一两年 天罚和五行盟的关系 处得还可以 一位A级通缉犯 他所在的组织已经被剿灭 但这个人手里掌控住 与手续组织内部一些人 暗中勾结的名单 猎魔人长老 简单地介绍了冥王的等级 职业和组织背景 庙长老听完 微微汗手 只要天罚抓捕过程中 遵守规则 不伤害平民 不把事件闹大 不拒绝五行盟的监督和辅助 我们愿意提供 便利猎魔人露出笑容 您是位宽厚的长者 双方举杯供应 闲聊片刻 猎魔人说起第二件正事 魔君陨落已经快一年 不知道五行盟有没有找到魔君传人 没有 庙长老摇摇头 五行盟不关心谁是魔君传人 那是太一盟考虑的事 但如果发现魔君传人的踪迹 五行盟也不会置之不理 把猎魔人陈生道 我们接到举报 已经初步锁定 魔君传人的身份 庙长老顿时眯起眼 凝视着猎魔人几秒 陈生道 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